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它雾名化就指向所有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之前是雾名化整个华为还有所有的5G设备 现在它说电动车你看它的车就会收集到所有的讯息 全部都会被记录传到中国大陆内地里面 然后保存起来 谁有这么多的功夫去管每个使用者所有的行为模式 这真的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那如果按照它这个逻辑我们使用它的这个油管 使用它的所有的这个社群媒体 是不是他们也会掌握所有全世界人的这个讯息呢 他们有这么闲吗 或者谁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吗 郭总编您如何点评 欧教授当他如果美国是这样的 他这个发动舆论战是有他的这个一套的操作 比如说他当他要说中国不行 他就把中国说的这个哎呀一钱不值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当他要打压中国的时候 就是说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那这个这个中国好像什么都行了 什么都很厉害 比如说一架中国的车在美国的土地上 这个开着美国 中国制造的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奔跑的吧 那你会构成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危险 为什么呢 这架车可以收集大量的美国的这个资料 然后这资料就传到中国去 然后就构成了美国的这样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危险等等 所以他的逻辑呢 他就是这种通过舆论来制造这种 这种究竟有没有证据 他有没有这些证据 这个不重要 他到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说华为说中兴说这个任何的中国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公司 包括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拿出一个证据来说 哎你看这个这个已经被收集 拿出来没有没有 就是这么推论 那我们来看 过去啊这个美国他要对付他的一些贸易 他的对手的时候 他他是这个就首先把对方给妖魔化 事实上这些妖魔化的说法呢 正是他自己过去所做的 他把自己做的带到别人身上 然后说你看他们这么做 我举个例 美国用他的这个 比如说美国的手机 美国的这个电信网络 他的盟友不过去像默克尔德国总理啊 像其他欧洲的一些盟友啊 他们用的手机可能都是美国的网络 美国制造的这些东西 美国就监控他们的手机 这个都是这个这个 冷静计划 这个已经都披露出来了 而且美国也不敢否认 这个美国通过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产品来监控别人 来窃取对方的 哪怕是自己的这个盟友的 铁杆盟友啊 那欧洲的铁杆盟友 那照样的监控 因为这些监控可能就是 可能美国在跟德国啊 在跟法国啊 在跟他们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呢 就窃听 然后呢 然后对美国有好处 他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他反过来说 别人也会对他这么做 这就是美国的这样的 一贯以来 美国就是这样 贼敢做贼 是 我们看到刚才郭总编所说的啊 美国喜欢发动这种乌贼战啊 喜欢把人家先污名化 而且呢我们看到当时候的第一轮的 美中贸易大战那时候啊 他们其实想同步的这个污名化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啊 结果呢他派了一大堆人啊 这个放话 而且跟着当时候的特朗普啊 旁边一个很重要的人叫班农的啊 一起乱放话 结果呢还说成啊 说成这个美金跟人民币比例啊 会降到多少又多少 结果一大堆人跟着他以后啊 惨赔 这些人呢 不但呢 害了一群人惨赔以外呢 最后还被告上法院 那么我们这样说好了 现在美国呢 又故技从事啊 不止呢 在货币上 他马上呢 接着又从这个电动车啦 或者是这个 笔记型电脑啊 来自于华为的这个啊 PC等等的这些相关制造 他又继续再继续做 污名化做做 好像用了中国东西就会如何 但是我们看到另一边啊 妙的是这样啊 他们自己啊 美国人不一定理他 比如说美国人很大量的去使用 两个软体 一个叫虚应 一个叫天目 这两个软体呢 所买的东西啊 把美国至少上百个 这个沃马都搞到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人未必是真的跟着美国政府啊 这些放话的路径走 因为呢 经济的行为啊 大家自己会选择最有利的行为来走 那您认为他这种放话的角度 真的会持续的有效 还是说 美国人会自己做出他自己的经济选择呢 郭总 这还还真的是还不能说没有效 美国的这种做法就是通过舆论 通过妖魔化对手的这种做法 还真的有效 这个也是 这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美国的舆论呢 在有个特点 他们在对内 就是对于 内部 就国内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呢 那是毫不客气的 这个有美国的所谓的第一修正法 这个一个保护 所以他对于 美国国内的这个权力的运作的 这个批评啊监督啊 是有效的 但是呢 他们有一致的在当美国 作为一个国家 他的国家利益和外国 特别是他们认为是 是政敌或者竞争对手的时候呢 他们又有一个很 这个 这个 共同点 那就是都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然后这个 在一些问题上面 显然也就违背了他们所讲的 这个 新闻的一些原则 比如说 捕风捉影啊 比如说这种评论不讲 客观中立公平等等 那都是这个美国的舆论 都是这样的 特别是美国的政客呢 经常会借助啊 这个舆论的这样工具 说远一点 当年的美国的这个中情局 就是这个 用美国的舆论 制造一个所谓叫做洗脑 这样一个词 而这个洗脑这个词 就是美国中情局给炮制出来的 这后来他们有回忆录都交代了 就他们如何通过美国的舆论 来把这样一个词 带到当时的苏联 这样的一个头上 在冷战的时候来赢得 今天也是这样的 首先就通过舆论 利用舆论来告诉 哎 妖魔化对手 包括妖魔化中国的产品 因为打不过 那我就妖魔化 现在这种做法呢 我们讲 在美国来讲 那都是这个一贯的做法 或者说 郭总监说的没错 美国的洗脑活动啊 一下妖魔化俄罗斯 一下妖魔化日本 现在呢要妖魔化中国大陆 看起来啊 他们只要是有竞争力的 他是无所不用信息的 要把对方至少打到老二 而且呢绝对不能跟他 自己的老大的地位相提并论 或者是竞争 感谢郭总监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